這一個凱米颱風 接下來因為它的路徑 在這幾天不斷的稀休 未來幾乎就會成為一個 西北臺來侵襲臺灣 什麼叫西北臺呢 就是從臺灣的這個東北半部 往西北這個方向 主要透過這個風場讓大家看到 為什麼容易在北臺灣 大家如果記得1997年 當時這個西北臺 造成在汐止 林肯大俊大樓直接坍塌 就因為除了在整個迎風面 就是北半部跟東北半部 雨量跟風會非常大之外 再加上現在剛好 是否年度大潮 這水面呢 這個河面的水位都來得相對高 那我們來看看整個在西北半部 吹的都是西北風 因此在淡水河 整個要出海的時候 沒有這麼容易能夠宣洩出去 再加上海水整個倒灌進來 因此整個北臺灣 就非常容易發生淹水的災情 而在西北臺的這個強調 跟過去所謂的川新臺 如果當颱風整棵撞進 臺灣整個護國神山 也就是中央山脈 它的結構就很容易被破壞 但剛好如果不登陸的話 這個颱風的暴風半徑跟中心 整個是從海面上通過 在通過的時候 這整個凱米颱風依舊來到 它整個威力的最巔峰 未來不排除 還是有機會成為中度颱風 甚至是強烈颱風 也因此最全臺灣的威脅 西北臺就會來得這麼持續的增高 而下一張圖表我們再來看看 剛剛所提到的除了凱米颱風之外 另外一顆巴比倫雖然它生成 但是因為兩個距離夠遠 不會有所謂的藤原效應 但是主要凱米它因為現在的路徑 是真的滿慢的 大概時數只有來到6公里 最大風數25公尺 在昨天七級風半徑不過120公里 現在海溫其實相當高 在它整個北上的過程 有利於它逐漸長胖 再變得更強 胖的部分來看看 七級風半徑現在120公里 在抵達臺灣有機會突破220公里 幾乎整個變胖了一倍 在強度的部分 目前還是一個清台 最快下半天有機會來到中度颱風 在最接近的時候 不排除還有機會來到強烈颱風等級 接下來我們把時間再交還給林圓 大家對於颱風還有什麼想知道呢 好 大家對它最關心 因為今天才禮拜一嘛 那週三週四影響最深 到底放假機率有多少 因為這關係到這路徑 如果逐漸往稀休的話 那清台機率 當然跟放假也有關係啦 幫我們解惑一下好嗎 好 當然現在呢 很多小朋友去放暑假 但上班族還是要上班 因此呢 很希望到底很多人在期待的 颱風假可能 我們要先告訴大家 當然颱風放不放假 要看各地的縣市政府來決定 但是有一些些標準 第一個標準就是代表 24小時之內有沒有可能 這個暴風半徑侵襲 會出現平均風力達到 7級以上的強風 或者是最大陣風達到10級 這是風力的標準 那麼在雨量的標準 也就是在當地 24小時之內有沒有機會 累積超過350毫米 我們就從科學的證據來看 我們看到這個大圈的 也就是基本上 在禮拜三的下半天 這一個大大的圓圈 就是他7級風的半徑 目前看起來 在禮拜三的下半天 跟禮拜四的全天 目前如果他以暴風半徑 220來看 就在這個時間點 嘉義以北 以及東半部的花蓮以北 換句話說 三分之二的台灣 以這個氣象標準來看 在嘉義以北 以及花蓮以北 禮拜四是有機會達到 放颱風假的標準 但是主要要告訴大家 現在路徑還是不斷的在修正 像是昨天 基本上是比較偏東邊 那今天的最新的這個變數就是 目前太平洋高壓 有機會持續的增強 再往他來西邊壓 那換句話說 如果太平洋的高壓 再持續更增強 未來不排除 影響台灣的範圍 以及強度就會更大 但是如果未來調整 是高壓持續的減弱 他持續的往北偏 那麼放假的機率 就來的小一點點 下廠圖表 我們再來看看 主要在降雨的部分 今天基本上外圍環流影響還不大 就類似昨天 中南部要小心的就是主要的 雖然沒有來到西南氣流這麼大 但是水氣還是會南部的 這個降雨會來的比較明顯 禮拜四 北台灣風是更加的強勁 來看到紫紅色的部分 中部以北 幾乎也都是來到大豪雨 但是比較不一樣的 跟禮拜三比起來 北邊的雨是稍微降低了一點點 但是南台灣來看看 從南投 山區 隱南 甚至在高雄 屏東 紫色的都有機會來到大豪雨